道场佛物的义工因人事问题而退转 本身需要承担因果责任吗 或者应该修习 忍辱波罗蜜继续佛物 所有不如法 个人自负因果 这个你要问 这个义工退转 或者是离开 他本身没有什么因果责任 如果这个道场是个正法道场 他本身有放弃学习正法的机会 那倒是真的 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读到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了 如果因为一点挫折就离开了 你看看你这个是无量借来 难遭遇的机会 轻易放过 这是没有智慧 我在台中学经的时候 跟同学讲过很多 我将近是讲过很多次 这种事情是在所不免的 我是跟李老师学经的 李老师没有叫我走 任何一个人 用什么样的手段 你请我都请不来 这些东西要懂这个道理啊 没有学成功 没有得到就走了 太可惜了 那么这些义工有些呢 他不是来学道的 那就无所谓了 他不是来学佛法的 不是来学道的 他是来凑热闹的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不如意的话 他当然会做 所以这个要懂得 那这些真是真正是个如法道场呢 那这个道场是修 那么继续修人如 继续服务 也不要管是 什么应苦不应苦 自己好好学 成就自己 这是真的 那你真的学到东西了